早上7点50分还睡眼心中 已经准备要出门 赶达8点38分的高铁直达车 再熟悉不过的路线 从桃园家中开到高铁站 半小时时间刚刚好 只是上班族孟家梅每日行程 台北的房租或是房价都比较高 然后高铁桃园站到台北站来说的话 单趟只要160 所以算起来一个月 其实那个房租高出蛮多的 不到9点就抵达到台北车站 在转捷运到新一安和 赶10点上班绰绰有余 虽然这一趟通勤时间大约要一小时半 但对他来说还在忍受范围 从家里出发到高铁站 这一段还算进去的话可能会更长 可是就是年轻人嘛 有时间没钱 很多人跟他一样 因为台北的房价高租金柜 所以选择继续住在老家 靠高铁来通勤 而另外一个族群 他们干脆搬到了高铁站旁边 一路以桃园高铁站为例 台北桃园直达只要17分钟 不过因为疫情 高铁踩对号梅花座 座位减少导致高铁票一票难求 因疫情减缓开学在即 高铁也因此加开班次 8月25日起每周增加180班次 而且9月份再推短程熟客优惠 上下班18天想75折 以台北桃园为例 区间21趟元价6720元 可获得1680元的回汇金 目标瞄准通勤族 因为根据数据统计 5月15号疫情前 还有贩售的高铁30天 无限搭定期票 光是桃园 新竹 台中 往返大台北月卖超过万张 通勤人口伤机庞大 近期我们可以看得到 事实上还蛮多 就是这种新婚首购族群的话 它会就是在大台北以外 或者是外围的地区做购物 因为成家的部分 当然还是希望会有这样 比较多的这样子的购物考量 可是大台北地区的这样的房价 事实上是比较困难的 人口扩散不是每原因 看看高铁周围房屋均价 以30平两房一亭的房型来看 桃园每瓶30万 30平只要900万 用定期票每月4555元 达10年只多加54万6600元 新竹31万 一间房930万元 在台中更只要21万每瓶 两房买下来630万 就算是台中台北定期票票价比较贵 要19845元 搭上10年要238万 但加起来还是不到千万 跟台北30平房 动辄2000万真的差很大 中国大陆那么多个城市 每个城市动不动是3000万人口 他们怎么来就是破散 那你看那个东京 是不是也是3000万人口 台湿不断地破散出去的 所以各大部份都是这个样子 长势比较明显的话 应该会是桃园跟新竹 那最主要的话 也是受到这个新埃及建设的关系 那以桃园来讲就是 自从这个机场景源开通之后 因为它有供购这样子的一个效应 所以它的交通的这个力度 又大幅的提升 那新竹这一带呢 当然最主要还是受到就是这个 新竹科技园区这样子的一个工程师 这样大力的买盘支应 之下呢 它的这个因为平均薪资比较高 所以它购买力也比较强 台北市在2015年后年年社会增加成严重负成长 2020更牵出了4440人为六都之冠 一日生活圈联动周遭城市 房价跟着联动寒涨 TVBS新闻沉浸某问题台北桃园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